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华为高管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后 中加关系变得如履薄冰 在中国方面接连拘捕了数名加拿大公民之后 近日加拿大一名华裔女科学家邱香果博士和她的丈夫 以及来自中国身份不明的学生 被情报部门强行带离实验室 并勒令其同事不得和他们联系 据本地英文媒体CBC报道 原籍中国天津的邱博士是加拿大最顶尖的免疫学家之一 她曾参与发明治疗伊波拉病毒的药物ZMAPP 而通过加拿大总督创新奖 邱博士在曼尼托巴省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系担任教授 同时她也是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特殊病原体计划的疫苗开发和抗病毒治疗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实验室是全球15个具有四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之一 这个级别的实验室保存有包括伊波拉病毒 艾滋病毒和碳区病毒在内的最致命的病毒 至于邱博士的丈夫Kinnington 也是一名华人研究员 曾发表关于艾滋病毒感染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大肠感军感染和克雅士病的研究论文 邱博士尽管在加拿大做研究 但是和中国的大学保持高度联系 多年来带许多中国留学生到加拿大帮助她的研究工作 CBC的报告说 这些学生不太说英语自成一个小圈子 在今年7月5日 加拿大的情报人员忽然来到实验室 将邱博士、她的丈夫以及未知数目来自中国的学生代理 原因据称是他们违反相关条款 紧接着在7月8日 邱博士的实验室同事们被告知 邱夫妇将离开一段时间 不得再与他们联系 CBC的记者采访了一位实验室的内部人士 她证实 邱夫妇和中国学生进出实验室的通行证已被撤销 该记者还从消息来源获悉 几个月前 有电脑技术人员进入邱博士的办公室 并更换了她的电脑 此外 她经去中国的访问行程也被取消 CBC就此事访问了皇家骑警 骑警发言人习瑞尼在回复电邮中表示 在今年5月下旬 他们从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接受此案 针对实验室展开调查 而公众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公共卫生署则将事件描述为政策违规 正在采取迅速解决的措施 发言人莫里塞特则说 目前没有人被逮捕或被限制在家 CBC还询问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 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但两者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或评论 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国家安全法教授Linsquist指出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已经发出过警告 加拿大正面临这类威胁 外国政府企图窃取知识产权和国家资助的研究 他说 在这起事件中 要看皇家骑警是否对他们作出刑事指控 从中可以了解到事件的严重性 他还认为 这一事件可能对家中两国政府的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据悉 就在此事曝光前几天 也就7月13日 加拿大外交部表示 又有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烟台市被捕 这令被中方拘押的加拿大人数的数量上升至三人 由于相关保密规定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目前无法透露更多关于这名被捕的加拿大公民的消息 自从华为高管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之后 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降入了历史最低点 双方的口水仗不断 加拿大方面指中国当局将外交战变成贸易战 接案连三地禁止加拿大产品出口到中国 包括油菜籽 大豆及猪肉等产品 加通社通过信息自由法得到的联邦内部文件显示 其实加拿大实检局也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客气 在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被查出900种食品有问题 根据该文件 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9日时间 实检局机构的官员通过检查发现 从中国进口到加拿大的889种食品中存在问题 不过在此之间 只有4个来自中国的食品货船被拒绝进入加拿大 根据实检局的内部记录 这些问题食品包括贴错标签 未提及过敏源和有害污染物等 未达到加拿大食品安全和健康标准 文件提及某些个案 包括口香糖中含有金属异物 方便面内被找到昆虫残体 以及腊章鱼被检测出含有有害物质 家通社报道说 自去年12月之后 加紧对农产品的审查 成为加拿大与其第二贸易伙伴 中国之间外销争端的核心 而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之后 双方摩擦进一步加剧 据彭博社6月28日的报道 根据彭博传播数据和之前市的消息 一艘在有加拿大油菜籽的传播亚马逊号 在5月7日离开温哥华之后 在厦门港附近海域 已来来回回转了数周 净退两难 路透社报道称 中国海关总署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将禁止进口加拿大一家公司 Frigal Royal Inc的猪肉 因检测发现 该公司的猪肉含有被禁用的 饲料添加剂莱克多巴胺 这种添加剂又称为瘦肉精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 有鉴于此 中国海关总署还将增加 针对从加拿大进口猪肉的检查次数 家通社报道说 这种生长激素 加拿大和美国是允许使用的 但在中国和欧盟被禁止使用 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 令总理特鲁多及其政府进退两难 不仅油菜籽农户和农场业主要求保护及赔偿 其自身竞争对手保守党 更是频繁地施加压力 要求政府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大温哥华的Lanny近日传来噩耗 年仅41岁的中国移民谭女士 因为患上抑郁症自杀 而更可悲的是 去年与她离婚仅一年的丈夫 也被抑郁症夺去了生命 两人留下了两个 分别只有12岁和10岁的儿子 还有持探亲签证 在此居住的两个孩子 67岁的外婆 大温华人社区纷纷伸出援手 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度过难关 7月13日下午 谭女士的追思会 在大温劣质文市的一个教堂举行 近百名谭女士的好友及社区人士出席 除了怀念逝者安抚家人之外 大家还发起了筹款活动 希望能够帮助老人和孩子们度过难关 据报道 逝者谭女士来自湖北 2009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 据谭女士的好友宁丽女士介绍 移民后夫妻两人曾共同经营一间画廊 谭女士自杀前分别给母亲和宁丽发了信息 母亲按信息指示上楼一看 竟然是女儿留下的遗书 报警后 警方在附近的一间宾馆找到了她 发现她已经自杀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系会 已经筹得善款超过2万元 加拿大齐鲁总商会也筹款4000多元 目前筹款工作还在继续 由于事发突然 谭家目前尚没有设立官方捐款渠道 联系会称 将会于近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 很多人没有区别开抑郁情绪和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前者是每个人都有 是一种心情 可以自我调节 后者则是病理性的 不受自身控制的 数据显示 有300万的加拿大人都有过抑郁症 但仅仅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寻求医学帮助 对于华人来说 如果发现有抑郁症症状 可以马上致点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求助 包括经历轻度及中毒抑郁症 情绪低落或有压力过大 焦虑不安等症状 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提供国语 粤语等17种语言服务 所有服务均为免费 电话为1866-345-0224 由于加拿大的农场稀缺 近期联邦政府终于宣布了一项新计划 此计划名为三年移民试点计划 计划指出 只要在农场内做指定的工作 便可以轻松申请永久居民 而且雅思只需要四分即可 如此的农业食品移民计划 堪称加拿大史上最快移民计划 农场工是个大概念 这个移民计划开放的工种是 零售屠夫 屠夫工业 食品加工工 收割工人 普通农民工 和农场监视和专门的牲畜工人 其实条件非常的简单 语言只需要CLB4就够了 12个月的农场全职工作 语言达到CLB4水平 高中以上学历 在加拿大境内有雇主的offer 那么CLB4水平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对语言几乎没有要求 雅思只需要读3.5 写4 听4.5 说4就行了 总之就是初中毕业的英语程度 语法知识薄弱 词汇量十分的有限 此计划于2020年开始接受申请 试点时间为73年 每年最多可以接受2750个永居主要申请人 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可以跟随他们一起 如此算来 三年新试点计划实施之后 大约会有16500名新永久居民将前往加拿大 此计划受行业组织的大家赞赏 并认为此计划可以解决农场和食品加工业的 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问题 过去数年中 虽然肉类切割 加工以及蘑菇种植业等工作并非季节性的 但由于劳动力短缺 该行业仅可依赖季节性临时外劳 加拿大农业人力资源委员会上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 由于职位空缺 加拿大各地农民的销售额减少了29亿元 由于获得了移民工人核心技术 情况有所改善 但加拿大农场和农业食品加工厂仍有16500个空缺职位 移民部长胡森表示 农业产业是加拿大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在全国范围内支持1%的就业岗位 新的试点计划希望通过给外劳提供成为永久居民的机会 来吸引这些外劳留下 但外劳司法组织发言人兰姆·萨鲁普就表示 获得永久居民申请机会的 仅适用于试点项目所定出的几个行业 其他成千上万的季节性外劳仍然没有机会申请 他表示 政府是在根据外来农工所从事的行业来决定 他们是否有资格申请永居 比如从事肉类生产或蘑菇种植行业的农民 就比在水果或蔬菜农场工作的工人更加容易获得机会 兰姆·萨鲁普说 移民团体将继续呼吁政府为所有临时外劳提供永居地位 不得不说 美国航空公司向来齐巴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来刷一波存在感 今日因为天气炎热 一位身着漏肩连体衫的女子 在乘坐美航飞机时被拒绝登机 而理由居然是穿着不当 该女子不得以全身裹上毯子才被允许登机 后来该女子放出了她当时的穿着照片 并对美航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从照片可以看出 她仅是身着 露肩颈身上衣和短裤 大体上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据了解 该名女子名叫罗伟 是休斯敦的一名医生 在上个月底 她和儿子刚刚登上飞机时 她突然被空乘人员要求立刻下飞机 不仅如此 一位女空乘多次询问 罗伟有没有戴外套 还对她说 你不能穿成现在这样上飞机 为了不错过航班 空乘人员要求 她必须裹上毯子 才可以再次登机 而当时的天气非常炎热 这样无疑让人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该女子也表示 有可能因为自己是非裔黑人 才会被如此对待 作为黑人女性 我们的身体太过性感 所以为了适应周围的人 我们就必须调整自己 我见过白人女性 穿着更短的短裤 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就登上了飞机 最后 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 对此做出了回应 并向罗伟女士和她的儿子道歉 并且全额退还了 他们的机票费用 不仅仅是在乘坐普通飞机时 也有人在过海关时 因为穿着问题 招来大麻烦 前两年 一名来自上海的钟女士 因为衣着过于暴露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入境时 被海关拦下盘查 原因是海关怀疑这名女子 来美国的目的是卖淫 钟女士解释说 自己从事模特行业 平时的穿衣风格就是这样 来美国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旅行 随后 这名女子被送到了小黑屋里 海关检查了她的手机 发现聊天内容中 包括来美国工作的价格 时间等细节问题 更怀疑了她来美国的目的 再加上钟女士的行李箱中 有很多美艳性感的衣服 钟女士解释说 自己来美国是为了旅行 只是顺便帮朋友拍照 朋友只是支付了 她往返美国的机票钱而已 不过不管她怎么解释 海关依然怀疑 她来美国的目的 最终将她遣返 以上是今天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